女儿为了投资向父亲借了23万 受不了被天天催讨 竟然利用身为自家公司会计的职务之便 到银行申请百元支票 然后篡改成面额230万 再把支票交给父亲 父亲前往兑现的时候 被银行经理察觉有意报警处理 才揪出女儿的犯行 妇女两人都被送办 银行柜台女儿申请支票 申请完支票再把支票交给父亲 父亲去邮局兑现 没想到被发现 这张支票竟然是未造的 本分局于20日接获 侠内银行报案指出 日前有一名男子 持有被变造面围的支票 意图在另一金融机构兑现支票 原来女儿为了投资 向父亲借了23万 受不了被天天催讨 竟然利用身为自家公司会计职务之便 到银行申请100元和125元支票各一张 回家后拿橡皮擦 把百元那张支票上头打印的金额 插到模糊 再用原子笔手写篡改成230万 交给父亲时还说 领出来的钱多的还给他 父亲到邮局兑现 人员一开始看到手写支票 觉得不对劲 问他谁给的 他回答是女儿 结果兑现过程中 被当时申请支票的银行经理发现 根本没给出230万面额的支票 立刻报警 这才救出女儿犯刑 案经警方依法通知 相关涉案人员到案说明后 全案一 未造有价证券罪 诈欺罪 报警台南地检署侦办 为了还债 动歪脑筋 篡改支票骗父亲 这下连带父亲也被送伴 妇女一起进警局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谋报道